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诗篇二十五篇第八节 大卫说 耶和华是良善政治的 所以他必只是罪人走正路 神将他的教训吩咐我们 为我们坚守遵行 但愿我们行事坚定 对于遵守他的律力 愿神赐福我们每一天的灵修 更求主 领我们到他生命的深处 叫我们效仿他 一天一天更像他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天有耶稣 我们思想 天有耶稣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 约翰福音十五章七到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七到十七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耶稣恩友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难道我醉与忧愁 那位七十五章七到十七节 当十六章七节 我愿意义恶和泰民 我愿意义恶和泰民 你寻多少痛苦白白手 白白手前因回家各样心情 心来到诸恩座千秋 我与诗恋我与你拥有 我有忠胆的心痛 且莫微信且莫丧荡 来到诸恩座千秋 何处乐书折此众心放咬 凡难一切不与有 凡难不与有 耶稣甚至我们软弱 来到诸恩座千秋 来到诸恩座千秋 千秋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七到十七节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 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相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我这样吩咐你们 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约翰福音 十五章七到十七节 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 旧约真言十三章二十节 真言十三章二十节 经文说到 与智慧人同行的 必得智慧 和愚昧人作伴的 必受亏损 真言十三章二十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与智慧人同行的 必得智慧 和愚昧人作伴的 必受亏损 真言十三章二十节 继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天有耶稣 在旧约圣经里 朋友是一个立约的用语 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约纳丹和大卫 是立约的朋友 真言十八章二十节说 有一朋友 比弟兄更亲密 朋友就是在有需要时 你能向他倾土心事的人 你受到了伤害 需要他人建议你该怎么做 于是 你就去找这位朋友 问题是 最好的朋友也可能出错 你把你受到的伤害 复述给他听 就是把一个人带进 原本已经复杂的状况中 而你得到的建议 不一定有用 你来的时候很苦恼 离开时 可能还是很苦恼 幸好 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 每一个基督徒 都有一位属天的朋友 耶稣基督 想象你自己是最初的十二门徒之一 你跟主说句话 耶稣 我有困难 你给帮我吗 今天 你有同样的机会 你为耶稣称你为 他的朋友 并且邀请你来找他 他要帮助你 并且随时帮助 最好的朋友是很棒 但是最好的属天朋友 才是真正能满足 你我需要的 上帝的话语 指引人生命的方向 上帝的灵 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 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 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 欢迎继续收听 孙大宗主持 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 天有耶稣这个题目 人类基本需要就是爱 就是亲情和友谊 神也常常以朋友为管道 赐福给我们 而主也用世间的友谊 叫我们常常想起他来 他自己更是乐意 做我们的朋友 有句话说 没有朋友的人生 不可能有完整的幸福 除了家人之外 朋友是我们关系中 最重要的人 缺少朋友 没有人情往来的生活 尽量一个人孤单生活 会让人感到 有如冬天常住 寒冷又孤寂 古希腊哲学家 亚里斯多德说 喜欢独居的人 不是野兽 就是神仙 耶稣并为拆盘门徒 单独出去 他要门徒 以两人为一组 两个两个的出去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要有伴 所罗门说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劳碌 同得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 他的同伴 我们软弱 我们软弱跌倒时 我们需要朋友 及时的帮助跟陪伴 真挚的友谊 往往胜过 手足之情 真言十八章二四节 所罗门说 有一朋友 比弟兄更亲密 朋友乃时常亲爱 弟兄为患难而生 跟知情朋友在一块 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心安 很多事情 完全可以不用计较 与好友同行 不一定能走得快 但一定能走得远 朋友是人生第二财富 没有朋友的估计 是最可怕的贫穷 朋友是互相了解 互相有深度认识的 暴鼠牙认识管仲 甚至管仲的为人跟能力 是管仲的知己 暴鼠牙对于管仲 犹如旷野中的泉源 使管仲的心常得安慰 真的友谊是世界难觅的 因为双方需要在想法 在心意跟精神上密切相连 圣经提到 约拿丹 他的心与大卫的心 深相启合 他爱大卫 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这是珍贵的友谊 在大卫被保罗追杀逼迫下 最需要人鼓舞的时候 约拿丹甚至冒死 往树林里去见大卫 只为使他倚靠神 得以兼顾 敬钱的朋友 何等珍贵啊 深度的友谊 会使自己舍身忘记 主说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很多人因为人格缺陷 没办法 继续跟他做朋友 当你对一个人说 啊 你不够朋友 这时 表示你对他抱着期待 可是 他达不到你的期望 让你失望了 但主耶稣 不会让我们失望 所罗门在雅各五章十六节说 他的口极其甘甜 他全然可爱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这是我的良人 这是我的朋友 主知道我的本相 了解我的一切 他晓得我一些的过犯 我的软弱 我的罪恶 跟我心中隐藏的秘密 却依然爱我 拯选我 他晓得什么 对我是最好的 他甚至为我舍命 人间的友谊 经常不稳固 成功可以招引朋友 挫败 可以考验朋友 很多人是 酒肉朋友 当你发达了 他来投靠你 跟你做朋友 当你落魄潦倒 他们纷纷远离你 所以 朋友不能滥交 所罗门说 铁磨铁磨出刃来 朋友相感 也是如此 朋友是互相影响的 又说 与智慧人同行的 必得智慧 和愚昧人作伴的 必受亏损 愚昧人 比起其他人来 更勇于冒更多的险 就吸引许多 比他更愚昧的人 跟从他 智慧人 带出你最高尚 最好的一面 他永远不会把你 最低下 最恶劣的一面 带出来 这是 智慧人和愚昧人 不同之处 苏格兰归正神学家 史高果 说 一个灵魂的价值 与美好 你要看他所爱的 对象来决定 你爱谁 就决定 你会是怎样的人 铁摸铁 魔术认来 朋友相感 也是如此 史高果又说 生命要提升 除了爱神 亲近神 被神改变之外 没有别的途径 可以做到 主知道你的心 但你知道主的心吗 作为朋友 主能够满足 我们最深的需要 他不是普通朋友 他呢是 属天的朋友 是天有耶稣 成为人的朋友 是一回事 成为神的朋友 那可是另外一回事了 主的兄弟雅各提到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得称为 神的朋友 这不是一般的友谊 亚伯拉罕不怀疑神 他全然顺服 神要做的事 就不向他隐瞒 约翰福音15章15节主说 以后 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不知道 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主耶稣把我们当朋友 要我们在与他 长久相爱 心灵互通的过程中 更深地认识他 要明白属灵的事 黄金法则 并非知识 乃是顺服 主友善开放的姿态 取决于我们 我们是否对他顺服 他说 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这是我们与主之间 有余的试今时 对主的认定更为深 基督教的精髓在关系 你信的主 是否寻求跟主 建立更深入的关系 是否可慕更多地认识他呢 还是 你只要得救 只要能上天堂就好了 其他一概不管 这是小信 中马天牧师 在他的讲章 《山上宝训》里边说 我们的主所说的小信 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般是指 将信心局限在 某个生活范围里的人 他的信心只涉及 灵魂得救 如此而已 他的信心没有延展至 整个生活 以及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通病 我们非常清楚 灵魂的得救 我们明白 得救唯一的途径 是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在今天 在永恒都信靠他 这样的信心 使我们成为基督徒 法子根本不行 可惜 基督徒往往停在这儿 以为信心是 单单涉及救恩方面的事 如此一来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就常常被击败了 他们的生活 与不信主的人 差别不大 他们烦躁不安 在许多方面 与世人相似 他们的信心是专为 最后的救恩留着用的 每天生活里 他们似乎一点信心也没有 我们的主所关注的是 这方面的问题 门徒认识神 是他们的天赋 却依然忧虑 吃喝 跟穿什么 他们的信心受的局限 所谓小信 就是如此 就是被截短 被归陷的信心 这是你吗 你现在主 有没有积极认识他 渴望更多的经历他 于还说 我们乃是与父 变成儿子 耶稣基督相交的 主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 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关系 认识 至关重要 连魔鬼都不是无神论者 主的兄弟雅各说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鬼魔也信 却是战精 表示 他跟神之间的关系 出现问题 因此 每天 要更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主耶稣乐意 与我们为友 他说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换句话说 主向我们开放 每一个人都可以来 再好的朋友 也可能叫你失望 我有耶稣不会 每当你需要他 他就在你身旁 他向你展开 他的绑壁 我们整个人生的操练 就是与耶稣基督 进入最亲密的关系里 而耶稣在寻找 思想跟心灵 与他契合的人 圣经里说的结果子 就是指 由于跟耶稣基督合一 而带来的必然表现 因为有他的心意 就有他的行动 耶稣邀请你到他这来 邀请你跟他做朋友 他道成肉身 虚极 成为你我的样式 跟我们认同 甘愿进入我们当中 凡事和我们一样 约翰说 耶稣因走路困乏 就坐在井旁 神会困乏吗 主耶稣 他的人性会 甚至 他需要经过成长过程 他本来富足 却为我们 成了贫穷 约翰福音17章第五节 耶稣在祷告中 对父说 父啊 现在求你 使我同你想荣耀 就是为有世界已先 我同你 所有的荣耀 主耶稣 约束自己 局限了自己 他带着真实的人性 从死里复活 升天坐在 父神宝座的右边 做我们的大祭司 替我们代求 他能体恤 我们的软弱 能够完全理解 我们遭遇的事情 借着圣灵 我们能得到 他的友谊 圣灵引导我们爱主 引导我们跟主建立 更亲密 更深入的关系 再好的朋友 有一天都会离去 友谊会结束 但主所赐的是 永远的友谊 他的同在 陪伴跟帮助 使我们永不孤单 不是我们拣选了他 是他拣选了我们 是他主动开始 他乐意 跟我面对面 凡复所赐给他的 他的乐意跟我分享 你说真的吗 只要你跟主的关系 是真实的 这一切就都是真的 但你若与世俗为友 把不足与耶稣相比的 摆在比他更重要的 优先地位 你就不能与他为友 主不但为我舍命 他要救我 助我 护我 爱我 与我同在到永久 得此良友 为此一生 与他亲近 喜乐日增 在主面前 我可以向他 亲心吐意 把一些的苦情 都告诉他 他会指教我 会安慰我 会对我说话 试问今天 你有这样一位天友吗 你希望 跟你密切交往的人 都能跟耶稣 有深刻关系吗 千万不要 跟世界走得太近 以致把主冷落了 让主必须 站在门外叩门 而要听从他 像亚伯拉罕那样 忠于他 爱他 以他为密友 愿我们没有一个 在认识我主 耶稣基督的事情上 鲜难不解果子 而是 比以前 更深化 跟主之间的友谊 满足 他对我们的期待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因你与我同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你与我同行 我就不会孤寂 欢笑使你同行 忧伤是你共情 因你是我力量 我就不会绝望 困发软弱中 困发软弱中 有你赐恩 我就得刚强 静风傍过黑夜 独切墨月阳海 有你手牵引我 我就勇望向前 愿我所心不及 愿我所离几云 处处留下 有你痛在 笔恩殿痕迹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虽高 却仍然看顾低违的人 你因我们的信 住在我们心里 使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 都是蒙你的恩才成的 感谢你 借着你的信息 你的话语 让我们明白 我们蒙了何等恩典 同时晓得 你对我们的期待 你要我们对你忠诚 正如你爱我们 不撇下我们 也不丢弃我们 求如坚固我们 与你唯有的决心 叫我们不在于世俗唯有 帮助我们因为明白真理 转眼不看虚假 而是甘心乐意地 住在你的话语中 在你道中生活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那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是我牧者 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在青草地上 虽然心过 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得安慰我 在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 在青草地上 虽然心过 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